很多花以外在养兰花的过程中呢 经常容易出现这个烂根的情况 都以为是因为浇水浇多了导致了烂根 其实呢它只是一个导火锁 真正导致兰花烂根的元凶 另有其他因素 那么导致它烂根的主要是哪几大元凶呢 主要有两个 首先第一个就是闷湿不透气 也就是说我们的盆土呢闷湿不透气 比如呢你的植尿的透气性不好 或是呢你养护环境不透气 那么你在浇了水之后呢 它里面的透气性不好 导致了兰花的根系 它又需要氧气 没有足够的氧气 它就会容易出现这个腐烂的情况 容易导致这个病菌大量入侵 然后出现了烂根 所以呢我们在养护兰花的过程中呢 你的植尿一定要透气 盆一定要透气 养护环境也一定要透气 如果你的透气性都达到了 你后期再浇水 它也不容易烂根 所以这就是第一大元凶 第二大元凶啊 就是肥害病害造成的 比如你在养花的过程中呢 你施肥浓度过高 容易烧苗烧根 或者是呢你使用的这个 杀菌药 杀虫药呢浓度没有把握好 也都会容易出现这个肥害 一旦肥害病害 植株呢必然呈弱苗 弱苗的它的抵抗力差 非常容易导致病菌入侵植株 根系叶片导致出现这个烂根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养养花的过程中 如果你避开了这个导致 养花烂根的两大元凶 你的养花的根系呢 自然就是能够长得旺 不容易腐烂 植株呢没有烂根的情况下 它的长势也会更好 好了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